《新年代表演》 《新年代表演》 大家好 我是羅平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戲面演的是拍展 但是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你到底有當過兵嗎 其實我在戲外裡面 真的有當過兵 很多朋友還有都進去跟我說 你不用當兵的人 你幹嘛要跟人家在那邊當兵 我講說當兵就當兵 有什麼好理解的 就進去當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兵有趣的事情嗎 我記得那時候入舞吧 每個人的頭都是白白的 因為我們要剃頭 剃頭就撒很多那個 肺子粉 然後後來有一個蔡兵 就是抹了很多肺子粉 然後跟我講說 班長現在剃完 該不會去洗個頭還是什麼 我說 塞筆疤 就查那麼多肺子的事 要去炸雞排是不是 所以你看起來 你對方的要求就是滿高的嗎 非常要求啊 我在當兵的時候 就常常因為鬍子不一定 因為我鬍子長得非常快 所以說我當班長的時候 我鬍子一定要刮乾淨 我才可以定 而且我是早上刮一次 晚上也要刮一次 那你可以現場示範一下嗎 什麼刮鬍子 或是選購刮鬍刀嗎 我剛剛沒問題啊 我剛剛有看到附近好像有賣刮鬍刀 待會我就去買一把刮鬍刀 示範給大家 可以嗎 可以啊 我嗎 好 OK 想知道我在平常生活 還要在工作的時候 必備的生活用品是什麼嗎 就是它 舒適白SICK5刮鬍刀 那有些工作呢 需要有鬍子 有些工作需要乾淨的黏糖 所以說呢 選它就對了 而且我選刮鬍刀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 一定要有五成的刀皮 因為我的鬍子很難刮 而且呢 我剛才遇到一個朋友說 他的皮膚很SENSITIVE 那我的皮膚也是SENSITIVE 但是它有美國進口的雙塗層刀皮 讓你刮完之後皮膚不再SENSITIVE 它的浮動刀頭 可以貼合你臉部所有的輪廓 不管你是裹字臉啊 還是刮字臉啊 它都可以貼合你的臉部輪廓 把它刮得乾乾淨淨的 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手感 它的手感非常的流行 刮下去的時候 也有非常的順順 刮好安靜喔 講到這麼多 買回去刮給大家看 走 那我現在要開始來刮鬍子囉 那首先刮鬍子的第一個步驟 要先把臉給洗乾淨 而且最好是要用溫水 因為用溫水來洗臉的時候 你的鬍子可以先被軟化 而且用溫水洗臉的時候 你刮鬍子的時候也會比較開心 一定要搖一搖 這樣擠出來才會多 嗯 古龍水帶有檸檬的味道 man 而現在抹上刮鬍泡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軟化你的鬍根 刮起來也會比較順手 在你手起刀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你刮到哪邊去 這樣就會很清楚 看你的鬍子有沒有刮乾淨啦 現在要開始刮囉 其實像平常我也會選擇 像這樣子的手動刮鬍刀 因為第一個它的價格比較親民 那你要換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方便 一把手動的刮鬍刀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當兵或在工作的時候 可沒有時間讓你隨時充電 其實像平常在刮鬍子的時候 我第一刀一定會從併腳這邊 由上往下刮下來 我會讓刮鬍泡待在上嘴唇 跟下巴的時間會久一點點 因為一般大家這邊的鬍子比較多 然後也會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說讓刮鬍泡在這邊 待比較長的時間 也可以軟化你的鬍子 然後再慢慢刮過來 很多人會跟大家說 要逆刮 但是其實逆刮 很容易去傷到你的毛囊 除非你的職業是軍人啊 或是你的職業 可能是需要一張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亮的臉 要逆刮的話 那我覺得你選擇 舒適排 shake fight 不管你要順刮 還是逆刮 都非常方便 哇 來大家看一下 哇 這感覺皮膚好細緻 而且很舒服耶 我相信不管你是軍人 或是飯店的從事人員 銀行的工作者 或是房仲業者 鬍子就是要刮到像這麼乾淨 你的長官才會滿意 客戶當然就喜歡你啦 當然你的業績就會 真真日生 勤男必備 舒適排 shake fight 你